吉姆对阵书本的比赛 哎 他们说Raystar 什么情况吗 Bug吗 不知道 他们说有Bug啊 是 直播这边有Bug吧 对 他们那个英文的里边有Bug啊 我们稍微再等待一下 呃 我一个人要操作好多东西 总是按错按钮 我重新建一下 他可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Bug 钢铁 重新建一下就好了 问题不大啊 也跟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扫描那个猫蒙的 呃 这个二维码啊 你可以加入到这个 下载这个手机APP 这个手机APP是一个 呃 高效的一个社交的一个APP 当然里面有 你进去之后可以搜索 我们星际老男孩的这个 这个粉丝团 粉丝团啊 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跟我们一起 玩游戏的玩家 然后还可以在里面有这个很多的活动 买东西 当然我们后面会在这个里面去抽奖的啊 给大家抽500块钱的带金券 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先直接先把比赛开了再说 比赛开了再说啊 这边反正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兴趣的玩家都可以用手机 只要你有智能手机 你就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其实挺简单的 好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啊 回到比赛当中 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尊点位啊 尊在地图上方 实验的方向是 这是什么颜色啊 蓝色 蓝色吧 蓝色 蓝 蚝 你这个 你这个是什么 色蚝 这绿色好吗 呵呵 你再说一遍蓝色 你再说一遍 呵呵呵 到底什么颜色啊 蓝色的呀 那矿和这个基地 你这一对比一下 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 浅蓝色 好浅蓝色就可以了 你说绿色 你说 什么浅绿色好吗 你给我闭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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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度方向是来自于 埃及战队的神助选手 集姆 所以在行程下方 来自于韩国的 虫正选手 苏本 呵 你这种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好好好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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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绿色绿色好好好 是这样的呀我告诉你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你可以这个二维码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扫描的 你可以下载这个猫蒙的APP 当然我们的这次功夫杯的赞助 还有这个Jacky的键盘 Jacky的键盘你们到我们淘宝店也看得到 当然你到这个猫蒙的上面也看得到 还有复刻系列的鼠标 比如复刻迷你还有复刻金环蛇 都是非常好用的打RTS的鼠标 都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看得到 当然最后我们也要感谢这个网易暴雪和斗鱼 对我们这个比赛的大力支持 网易暴雪给了我们赞助了我们很多点卡 而斗鱼这边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帮助 也是希望大家多支持他们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好吗 这个也要说一下 哎呀支持我们就不用说了呀 打这种东西 好我们来看下开局吧 金环这边单兵营一个双开 他最近好像我看他也没有怎么去练虚空啊 感觉他好像最近都在打 要么就在打那个 还在打重新 不太清楚了 没看他直播嘛 他前段时间是播过的 但是播了之后就好像没怎么播过 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啊 嗯 金木这个开局呢是比较中央的一个开局 刚才其实刚才那个点位可能对金木更加好一点 是个远点 但现在这个点位呢比较有点近 有点近 有点近 看怎么打吧这个地方 金木昨天的联赛上面 选择的都是一波的战术 还是打的比较凶 但今天他面对的是书本哎 书本这个防疫波的能力应该是无用置疑的 而且这一盘书本打的非常的稳啊 打的非常非常的稳 前期六条狗 金木这个追猎有点来不及啊 可能二块能够拖一拖 嗯 两条狗先往上绕 四条狗在下面咬 哎呀 这个吉姆这个下面可能要被骚扰的 有点不舒服至少是 对这样的双线其实对吉姆来说 是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 直接把农民拖上主框再说吧 对吧反正你追猎也出来了 吉姆这个 哎 哎 你拖上去好了呀 反正你操作不好的话你就拖上去对不对 节奏有点乱 我觉得节奏有点乱 这一波打 六条狗 搞得有点烦倒是真的 这个这个主口还行 这六条狗的价值其实远远大于那个的 狗速好了 现在吉姆很危险我觉得吉姆 他现在很慌 他不知道对手待会会不会爆一波狗 如果对我爆一波狗的话 他没有办法防守啊 正面 赶紧他卡人口了 赶紧做建筑学 赶紧做建筑学 对建筑学做起来再说 建筑学做好 然后出来把炉口堵了 这样的话就稳很多了 稳很多 这种非常稳现在 对 但苏本这个农民运营的有点好 他这个运营方式科技非常快 他用六条狗就吓得吉姆 这个现在有点虚啊 因为苏本的确给吉姆还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的 吉姆是要打算选择三开 还得选择三开 但我我我凭良心说 这个三开我感觉 吉姆要着重 二本那么快的情况下 刺蛇塔一放 狗刺蛇你就很难三开了 待会怎么办 吉姆这张图还要强行三开 真的是 很难的一件事情 说本就几条狗在门口晃啊 不停的晃 吉姆也没办法 现在也没办法 他现在只能去三开 对 对方刺蛇塔放得非常的早 这时候怎么打 三开就是死 三开 这种时候三开 这种局面交给趴地 我估计趴地也得死 开不了啊 这个三开 你这张图 本来这样三开就是不成立的 一个幻象 凤凤凰先过去看一眼 看不看 看不看 我觉得都都很难的 看到了反而更加绝望 看到了又如何 没看到还能够活在梦里 看到了就连梦都做不了了 好继续的小狗跑着 确认你三开 用一个眼虫也到你家里面再走一圈 凤凰已经看到对手的资色塔 已经在造好了 这时候怎么办 我感觉书本就是各种细节 在占积木便宜啊 对 然后一波刺车 A脸 这波刺车主要是特别特别快 一般的要快 好 积木先往外走 而且书本的狗 它不会轻易送的 它就跟你绕 各种的浪费你的操作 让你给你压力 然后你在操作冰的同时啊 你就会忘记 可能会忘记别的事情 可能会卡人口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好 积木的VC 刚刚才好 一般情况下来说 我们说怎么样 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来说 神族这个三开开完之后 然后对手一波顶过来 你这个时候blink 要么就好了 好了已经算很快了 要么就差不多好了 这个三 这波完全看立场了 这个立场太难放了 你哨兵很多 你哨兵是很多 但是这个立场真的很难放 积木看反应 看反应 积木立场 第一把还可以 还可以 第一次立场还可以 退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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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位置卡得不错 第二把立场补一下 但很艰难 再补 补的还可以 书本远远不动的狗在接 但是哨兵在死啊 哨兵没操作 哨兵在死啊 他等于哨兵死光了 换掉了对方的一些狗 刺蛇还没怎么打死 现在追上去 追上去强吃刺蛇 但你追上强吃刺蛇的话 你后面这波部队 你接不上来啊 减速打一把减速走了吧 好好也行也行也行 这时候没有立场了 怎么办 这哨兵真的太难操作了 刚才 其实进入刚才那波啊 哨兵其实 这立场放得还行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 后续别人一直不停的刺蛇狗 因为把你哨兵已经打光了 你这时候只能 还刷坠裂的话 你只有死啊 他blink 还有三分之一 没升级完啊 还刷三分之一 又放了把减速 没有大炮台了 已经击气了 这时候大炮台已经无所 没有用了呀 这被顶着在那边打 怎么打得过 立场隔一隔 但是没什么乱用啊 太凄惨了 EC那边居然还被 一个眼纯用了 他封了眼 眼纯封了他的那个blink 对吧 对 刚才我们看到 细节没看到啊 这边是被封了blink 难怪是吉姆的 这个好不了 我们抓好了也输了 好了也输了 这个开局是有问题的 那把封blink呢 是锦上添花 对 好那第二张地图 是仙 那个仙长峡谷 仙长峡谷对吧 对 等第二场吧 我就感觉我机器好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告诉你啊 的确的确那个 现在改版之后 的确是对于 CPU的这个 还包括显卡这个 要求更高了吗 对要求更高了 我有感觉了 以前我是开超高 现在我开高 开那么高可谋啊 每个人都有追求的呀 对不对吗 就像就像你喜欢吃羊肉 对不对 喜欢吃牛肉 我喜欢游戏开的 开的比较高一点 画质比较高一点 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第二场 直接直接第二场 这个你不能 你不能那个的 不能说我的呀 哇 少宾其实 这立场放的还行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 后续别人一直 不停的刺点狗 因为把你上 正常你来报点位 我要看你怎么报 什么叫报点位吗 我这边还在 我要操作的东西太多了 好好好 我要看 我主要要看你说 说寂寞那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 寂寞那个是青色呀 啊 是青色吗 你确定 哎呀 我骗你干嘛嘛 的确是青色 青色 的确是青色 好我们来看一下 出生点位 地图来到了仙人长峡谷 出生在地图上方 11点钟方向是 红色的神户选手 来自于韩国的苏本 出生在地图下方 7点钟方向是 蓝色 青色的神户选手 来自于IG战队的GIM 不是 色弱不丢人的呀 没什么的呀 没有 我告诉你 跟色不弱不色弱 没有关系好不好 啊 这个颜色 是会分不清楚的 什么叫 什么叫 是会分不清楚 是什么意思 哎 你不要说我 妈 你刚才也是一样的 你说我搞毛啊 干嘛 这是蓝色呀 干嘛 这是青色 什么蓝色 浅蓝色 毛这就是青色 好好青色 青色青色 色弱不丢人的呀 我刚才 我告诉你 我说绿色 我也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 气势上不能输给你啊 你自己说蓝色 你自己心里面都没谱 我怎么没谱嘛 不丢人的呀 哎 我想问你 问一句啊 你色弱 你怎么考过的 那个驾驶证啊 什么 我没有色弱 好不好 你是色弱 好不好 你用蓝绿不分的 蓝绿不分 这倒是 你知道 你只要不是红绿不分 应该问题不大 真的问题不大 那个 你到底塞了多少钱吗 你说你 你就告诉我 你那个塞了多少钱 考过的 我就告诉你 我真不是色弱 我们看比赛吧 已经裸三了 已经裸三了 姬木这个裸双 也没赚到什么便宜 这种怎么弄吧 这种在开局上 感觉姬木又没有赚到便宜 本来这种地图啊 姬木可以选择地抢 选择地宝拉 对说裸三打他 一点压力都没有 看姬木怎么打了 这排 这开局打出来 对姬木来说 非常不利啊 非常非常不利 就看姬木这一盘 这盘其实是可以用 他那个三开的战术 上一盘的确开不了 好 好 姬木先堵一个口 这口是肯定要堵的 看姬木这盘会不会再选择一个三开 我觉得姬木这种风格的选择 三开这反而不适合他 他就适合打一波 对啊 嗯 用前期这个凶狠的立场操作 去打一波 这个比较适合他 反正拼一拼嘛 这个主要一波的话 但是苏本其实打得很稳啊 用简单的一波 我觉得他应该是练 防守练过无数次了 苏本在前期战优势 就开局战了优势之后 他选择这么求稳也是对的 嗯 好 打掉之后直接VS 把房子赶走 VS 但这个VS是被看在眼里啊 这VS啊 就当在脸拍下去的 这姬木要靠实力呢 VS 我就VS开了什么样嘛 怎么说呢 这两阻力压制 然后家里面出先知 这个 给对方压力的同时啊 自己家里面出先知 这这招其实 是一个不错的打法 但是呢 只能说面对比你弱的人 比你节奏慢的人才能这么打 如果万一对手比你节奏要好 你是打乱不了他节奏的 嗯 好 两条狗 苏本家里面 两条狗 溜进去了 怎么办 现在寂寞 有没有反应 好 除了个少兵还好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少兵太 正面两个人在拼双线 但这边三个女 女皇在这里出啊 哎呀 这三个 三花巨顶被 这个被点了 这个 这个母剑核心啊 真的是 在抗压能力上面 书本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关键是刚才那三个女王 位置太好了 好 吉姆操作操作自己的追猎 但别甩了 下面这个追猎别甩了 走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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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可以甩 另外一个就跑路就好了 反正追不上你 你一个甩呀 你反正都想甩 操作个毛啊 往后 往自己家里面一点嘛 好了 一个先知过去 本来想打对手多线 结果 是不是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可能杀得到几个农民吧 杀得杀 没有 没有那个 但是现在 在操作 操作不了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操作 双线大家是有差距的 正面死了一个哨兵 一个追猎 家里面戳 好像 戳了多少个农民呢 戳了 五个农民 然后戳了一个女王 但这点对于 对于 书本县来说无所谓 你看现在 继母现在留的钱 嗯 是不是农民太多 我了 秦姆第二个 先知进来戳 秦姆的双线已经出了问题了 剩下 一千块钱了 已经 于前太厉害了 自己送了两个先知 不 哎呀 三框又被咬退了 三框也被咬退 书本的抗压能力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于是 对 这种多线 多线上 感觉秦姆完全就打不来啊 感觉 你去压对手的多线 结果被对手反多线 家里面一波蟑螂已经顶出来了 你想开三级地 不可能 你第三个先知出了 证明你没有 证明你是没有那个 呃 虚空的 一波蟑螂过来 看秦姆这边立场 这 立场立场立场 这立场都没放啊 诶 好好好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 亏大了好吗 顶住了也 也很难打了 对手直接把你三级地压退 这个真的是 基本功效的差距啊 好 这边 立场在格格 但是没有用啊 被人摁在脸上打了 家里面已经在续刺蛇了 你随便续什么啊 这个时候 感觉书本就走了一个很简单的流程 积木就倒了 就关键就是那几个 那几个多线比平 其实这一排 大家不要觉得 差距好像很大 其实就是那几个多线 有差距 没打好 对 就这几个多线有差距 然后差距慢慢被扩大了 就这样子 你会看出每次 积木在亏的时候 积木在亏的时候 他都是在跟别人打双线 或者对手 对手跟他在打双线 管不过来 所以说我说 为什么说积木这样的选手 最适合打一波 就是 这一波的这种打法 比较适合技能 他的单线操作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单线操作没问题的 单线操作我们就要换 你黄虚头目 也一样没问题的 也是啊 你要这么说 就这么回事啊 只是在抗压能力上面积木 还是跟这个书本比起来 差距有点大 一般你要打对手节奏打乱 你必须要有多线 但是在多线跟多线的对比当中 比拼当中 那个抗压能力更强的选手 就能够占得比较大的优势 好 又是一大波兵 你先A过来 吉姆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办法 这兵太多了 书本这波兵 挡的话我觉得能挡住 162人口 那你说你挡住之后 你要干嘛 我觉得 不死已经现天下地了好吗 好大宝贷先开 书本的脾气哭就要上啊 呀 怂掉了吗 书本 不可能上 上我就是找死 这波兵就是在这 脾气啊 现在 吉姆想的很简单 他一定要把这个 伯定克给拖出来 嗯 这口子打是不怕的 这口子打完全不怕 你过来我三把立场 直接把这个口子一封 封一半 好立场隔一隔 现在其实书本在 各种的骗你啊 就书本在各种骗你 骗立场嘛 吉姆的立场隔得还行 放得还不错 真的放得还不错 很壮观 再隔一半进来 再隔一半进来 隔不到了呀 再隔一半 再隔一半 往后跳 现在不确定 一个一个往后跳 他有闪烁吗 已经有闪烁了呀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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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住应该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但很亏啊 这样打你哨兵全部死了 你哨兵又被打光了 对 对于苏本来说 他只要把你哨兵打完就好了 这波就是来完成这个任务 打完了 我这波兵死了 你也没办法反扑 你如果反扑的话 那我们待会儿就在我家门口给你打一场 你绝对打不过 你没有哨兵怎么可能打得过狗吃的蟑螂 不是每个神族都是都是趴挺 但我都蛮期待趴挺和苏本打了 对 待会儿让趴挺和苏本直接那个吧 直接搬土吧 不要去美 金木在鼓鼓支撑啊 现在 我这时候其实也很无奈 因为金木这波兵啊 他这波兵首先 他没两攻的 这波追裂 没两攻追裂 其实打 从组来说的话 打这个蟑螂 刺蛇这个组合 蟑螂这并不虚拟 而且你没哨兵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纯追裂 金木跟他干 但是对手200人口啊 你少50人口你怎么干 缩回来先缩回来 没哨兵没办法 没哨兵没办法 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哨兵 没有那么多气啊 怎么有哨兵 现在只能够不停的去刷 追裂 刷那个 刷追裂 跟对方拼一枪 赵兵开盾反倒是 这波怎么打吧 打不了 你不要走到他 他那个军坦上去 他没办法走了 真的是没办法走了 被逼上梁三了 狼牙三五壮士啊 完了 要被包了 回去的口也被封死了 这个 直接被包死了 跳的还可以 这波跳的 直接跳下去也是对的 但书本的兵太多了 跳上来吧 这有多啊 跳上有什么用呢 对手已经瀕临沉下了 慢慢耗呀 这波兵挡住应该问题不大的 但是人口已经差了 八十九十的快 快一百人口差 只能说吉姆的防守呢 还是能防防 但是对手的兵兵一多太多了 基本功上有差距啊 书本就不停地往前拱 太惨了 真的是 直接被一波捅死 机器 二比零 好了 我们要等下一场 再调一下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